OK 开始啊 你好 琳达 早上好 早上好啊 谭教授 您好啊 你好 我们今天呢 昨天我们讲了第一课 对吧 因为我现在就是讲了 就是说 把我的经验 经历告诉大家 然后呢 怎么样能够 大家怎么样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式 对吧 太好了 我今天很荣幸能听到 谭教授的亲自教导啊 很高兴 因为怎么呢 我们想通过这个 我们两个的对话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受益 对吧 对着一些实惠 因为我 那个 昨天我们讲了就是 我以前刚开始投资的情况 对吧 后来呢 因为就是说我开始最早是投资货费基金的 后来呢 我就 就是因为银行货费基金是不用手术费的 所以基本上是免费交易 对吧 一千倍 客户呢 从两个增加了 到了一百多个 客户 这样的话这个银行呢 业务呢就是大部分都提高 这个银行的经理呢 就是 就是专门管我们的这个经理开户的 嗯 就是 这个业绩非常的好 所以呢 这个提盘 当开始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理财顾问 后来就成为经理了 这个提前经理后来 后来由于两个都提前经理了 他那个银行的这个 这个费用呢 也就提高了 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以后他业务量很大 就是不单独是四百万这个 这个管理的资产 而且很多人呢 到那里面去贷款啊 银行 做其他的一些业务 所以呢 当时他的业绩也是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对对对 就提高了 得到了谭教授的这种关照 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呢 他就说VIP啊 他不管什么 在任何情况下 在什么时候 我们一去 他就马上就接待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客户 因为我们当的一个个的客户就开了开户嘛 当时所有的客户呢 都是钱 都是在自己的账上 然后呢 他们授权给我 就是Paul Tony 就授权给我 给他招牌 然后呢 因为人多了以后呢 我就跟那个经理啊 我就是跟那个资金的管理部门呢 就是跟他们相两个就是说要求 就是说我们不一个个打电话了 就可以用那个全真的方式的吧 就是我我专门请了一个 搞computer的这个制裁机程序员 就是说每个人的账号是是多少有多少钱 那名字 账号 资金量 然后用个程序按一下 这个资金就到了这个 太方便了 一按就方便了 就付钱 然后一下子穷镇 太天洁了 对 不过现在呢 就比以前的是更方便了 又安全 又现在就对 对对对 因为那种投资吧 刚好你知道吧 才一年时间啊 从两个人的话 到了一百多个 然后呢 资金从四千 就到四百万 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呢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是满足了投资人的 普遍的这个需要 比如我们最近讲那个 当老一样呢 他那个歌是大家都喜欢的 所以你不用广告都不要 所以就是一圈十四加百 这个事情就做大了 有才华的人走心 但是有一点问题在哪里呢 有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 做生意啊 不是一帆风顺的 你这个生意做得很好的时候来 他们就是违反的 就是跟常规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昨天讲那个当老一样的 他说他是 他不是科班出席的那种 全程的这个 这个培训出来的 对吧 当时字字幕 我就是这个搞出来的啊 当毛 他们这种都是呢 是人们普遍 喜欢的 欢迎的 但是呢 这是一种新鲜事物 对吧 就是银行里面没看见 这么多账户 这么多人 他那个互惠基金 每天都在交易 对吧 所以呢 也引起了这个 所谓的监管部门的 就是他们银行内部的监管 他说你这样做不行 因为这么多人每天做这个操作 很危险 昨天我们讲了 搞户户基金呢 是 是长线投资 每个人都告诉你 是长线投资 但是呢 我昨天讲了 这个买户户基金呢 他 我的成功的经验呢 就是说这个证实呢 大家都是可以用的 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 对吧 我也是 刚入门 但是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 卖高 买低 buy low sell high 对吧 每天 就是一次这么交易 像这种方法呢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受益的 并不是要很那个 因为怎么来 这个 美国的指数也好 就是美国的指数 跟房地产一样的 这个美国的指数呢 从历史上来看呢 它 它是趋势性非常强 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 或者是半年 或者一年 或者是几年的时间里面 它是往了一个方向走的 对吧 它至少是 你看了很多图 我就知道了 但是呢 并且呢 每天方向走呢 还有一个幅度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百分之一的这个幅度 你看 这个很关键 因为你涨了百分之一 把它卖掉 然后呢 它又掉下来了 你买进去 然后呢 它也许是 在牛市里面 它 它是 每天呢 就是百分之一 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了 我们不是每天 都是做对的 所以我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说 每个礼拜百分之一 对吧 回报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培训呢 就是说 每个礼拜 百分之一 就够了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就是说呢 因为没有投资的人呢 普遍认为 这个百分之一 这个是高风险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我 从我刚开始做 对吧 它就涨了百分之一 把它卖掉了 因为这个指数 就是那么一个波动 外汇也是这样的 外汇呢 它的波动度 也在百分之一 以内 那些 所谓的 证券指数 就是美国的纳斯达克 美国的 皮奥普指数 和那个 五百强指数 刀金指数 这三大指数呢 它呢 是 是 股市 哪一类的 就是说 这刀金指数 它是 整个股市的 这个 最顶尖的职业 就是 30家公司的 总和 对吧 所以它的波动幅度就小 每个的五百强呢 是五百家 最大企业 最好的企业的 这个 四肢的组合 所以它的 幅度呢 因为是五百家嘛 所以它的 波动幅度就更小一点 但是 纳斯达克呢 它是100家 高科技公司的 这个 这个 组合 所以呢 它这个波动呢 就比 前面两个 就大一点 就是一般 不是说大一点 一般会 它的波动幅度 会大一倍 呀 就是大一倍 所以这个 成功的 这个 我要讲的 这个培训呢 其实我们要讲的 就是说 你如何能够做到 啊 不回本 啊 每个礼拜能 赚到百分之一 这样一个 一个事情 其实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这个核心的一点啊 这个把秘密就高了 本来这种东西 就是说 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有价格 因为 不回本 还能 赚百分之一 对吧 都能赚百分之一 这个做到很难的 但其实呢 说难 确实是 对大多数人来讲 它是很难的 因为 并不是 技术的问题 是观念问题 你知道吗 技术上并不难 就是比方说 我每天 你涨了百分之一 我都卖掉 对吧 by sell high by low 然后呢 但是人们 人们 一般的人们 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 因为怎么想到 可能很多人 每个人一想到的时候 第一呢 每个人 想到就是害怕 就是说 投资这件事情 是很倔业的事情 是 就是很难的事情 它以为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刚开始 就是我什么都不懂 对吧 就是 其实最关键问题 是怎么呢 就是选择 这个投资工具的 波动的幅度 这个幅度是怎么呢 就像刚才讲了 这个美国的500强 美国的500强指数 但波动幅度 是非常合适的 美国的这个 NASDAQ指数 那波动幅度 多一倍 如果你要资金管理 风险管理好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买 美国的500强指数 你用100万的话 你NASDAQ指数 你用50万 就可以了 对吧 它的波动幅度就 下降一倍了 所以这个成功的 很简单 就是一个波动幅度 怎么样的波动幅度呢 就是说 你选择的工具 像刀金指数 这种都是能赚钱 对吧 他没这个想法 第二种呢 就是说 90%的人呢 就是 他投资的人 都是没多少钱的人 就没多少钱的人 所以呢 他们必须呢 就是快进快去 平凡的操作 对吧 然后呢 用杠杆 所以的话呢 你平凡操作的时候呢 手术费非常高 其实呢 你就是专门 帮这个证券公司去 去住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杠杆 当杠杆 这个波动幅度的时候呢 是成功的关键 当杠杆付 就是 你的波动幅度 大的时候 所谓的大的 就是超级1%以上 对吧 对对 这边是你买股票 肯定是 你看 股票的波动幅度 在10% 很多股票都是 像美国的那个 那些大公司的股票呢 那就波动幅度比较小 像 像Apple啊 这个 Amazon啊 但是 它有时一天 也是波动10%的吧 但是呢 但是你不能说平均数 因为 它 你就是 波动10%的时候 一压子 弄下来 你就搞错方向了 你就 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对吧 所以我们讲了一个 波动幅度的 就是说 为什么是1%呢 就是说 你的 1%的 你买的这个 投资的工具 我们讲指数 或者是外汇 在没有波动幅度 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因为不能用杠杆啊 在情况下 你用1%的波动幅度的工具 就是刚才讲了三大指数 跟外汇 这些东西都是1% 左右的波动幅度 对吧 就是外汇呢 是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 总和 经济的总和 或者是财富的总和 所以它的波动幅度是小的 但是往往炒外汇 每个人都说很危险的 因为怎么呢 那些证券公司 为了赚你的钱啊 它就把那个 给你杠杆 让你 本来是波动幅度 1的 它给你10倍的杠杆 你就边境波动幅度10%了 如果是20倍的杠杆 你就波动幅度20%了 对吧 还有呢 有些证券公司 回来那个的话 它给你100倍的杠杆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 你1万块钱 可以卖100万块钱的这个货币 它就看到你那个1万块钱 波动幅度1%吗 然后它一下子波动 只要波动一波动 你的钱就是差距了 你知道吗 所以外汇公司也好 证券公司也好 它很多就是 赚你这个钱 是吧 所以呢 当然我们现在 我刚才跟你讲的呢 就是 我开始 这个培训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培训的话 首先把我自知的 这个经历 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呢 这叫暗恋 就是生动的故事 对对对 因为 我们也很喜欢 你不想的话 你讲了一些 对的 你不想的话 你讲一些 那些理论上的事情 我们很想听到 谭教授跟我们讲一些 精彩的案例 对啊 其实呢 我这个过去的 劣质呢 就是说 我的 故事啊 很多 但是呢 就是说 在前面一段故事呢 大家都比较 就是 喜欢听 嗯 在 很多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人家就 就是 就像那个当晚一样 一下子 人家说 他不捐业 又不怎么样啊 那些人 对吧 那些权威一说话 然后就把他排挤在外面了 对吧 他就躲 躲下来了 他就是 去 引去江湖 对吧 然后就 现在又出来了 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轰动 因为这种东西呢 就是像我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 我这个故事呢 是大家是可以 非常容易的 这个 学到的 我教 教的东西 跟普通人 那个 那些什么 搞那个 呃 上课啊 那些 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们教的东西呢 就是 告诉你 投资啊 他要稳住很 嗯 要平凡超度 嗯 这个呢 是很难做到的 嗯 对吧 你看看 教你的人啊 就是那些老师啊 或者培训的人 自己都没赚钱 这样啊 对啊 但是呢 他们教你那些资本知识呢 听起来很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对吧 但是实际上的 就是道不好 对 没有效果 对 是不是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我现在呢 讲了 讲明说 我们啊 我先给你讲讲这个 就是教书吧 先教书基本原理 对吧 就是我是怎么弄的 另外的情况呢 我就要给你 就是演示啊 就是显示这个 我们这是怎么做的 对吧 大家就是说 我跟你看看 我们现在这个 你看 共享平台 嗯 因为这个呢 就是说呢 你看这个 这个 他说先是屏幕 这个你看 他就是屏幕3 他就是这样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 嗯 因为呢 你看那个今天那个 今天这个 这个美国的指数啊 你看那个南斯巴克指数 我们南斯巴克指数呢 是叫QQQ啊 这个QQQ呢 你看他现在这个是 掉本的0.3 嗯 你看 美国的500强指数 那 这个 涨了 0.6% 这涨了0.6 对吧 对 你看他这个 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我们给你看的是这个 你看他 他现在外面的人 看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 就是 shared 对吧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你看这个指数啊 你看刚才看到这个图啊 是 是 是 这个图啊 今天开始呢 你看 你看我刚才 我给你再想一下这个视频啊 就是这个 你看没有 嗯 我 我刚才讲的 你看 我刚才讲的 现在是好像是分享的这个视频嘛 嗯 这个是每天的波动的 你看没有 嗯 你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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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曲线呢 是一天的这个 这个拉筑图 大家都是看这个拉筑图 其实很简单 嗯 你看哦 现在的情况 这个市场是去下降的趋势 你看没有 他每天就是这样 你看他这样的幅度 那个那个那个一个一个拉筑啊 嗯 这基本上是一样的强 你看 对对对对 对的 就是很有可能 对对 所以你要如果说这样的话呢 你要是在1%这个幅度里面 你要这么做呢 就是 就是很很容易的 嗯 如果呢刚才讲了 因为有很多人呢 如果能够赚了百分之一般的投资呢 那就是像那个股票资金呢 像那个指数资金呢 就是回报呢 比买房子要高 大概高一倍 嗯 对吧 因为你买房子大概平均是5%回报 就是从长远看啊 因为他有些股票也好 房子也好 价格都是有波动的 但是呢 从长远来看呢 这个股市的这个 收获比买房子要高超过一倍 没有一倍自小还是1% 另外呢 你买投资股票呢 他 啊 投资股票呢 比较简单 就是 基金 因为每个人呢 就觉得买房子比较安全 餐厅店部的主要是10%的 如果你同样的情况下 你买了这个 同样的情况下 你买这个指数的吧 不动 长远一来 你的回报就能够提高 啊 百分之 差不多一倍 年年 复一年以后 嗯 你就不可思议啊 就是这个钱啊 嗯 然后呢 当然我们讲的 我们脚的培训呢 就是说 百分之一回报呢 就是说 比你不动 要 几倍的回报 就是说你不动 你可以10%的回报 我们这个每天就这么动一次 就可以 赚到百分之这个 每个礼拜啊 当然我们讲的每个礼拜 我们是比较保守的 嗯 其实呢 你再把目标搞低的话 就是 就是 你只要百分之一的回报 嗯 无论是一天也好 或者是 一个礼拜也好 自小一个礼拜 会赚到百分之一 这个东西 不像银行里面 你存款是多少 就是 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这个呢 尽管是动态的 但是呢 你只要把波动幅度 压到在百分之一 嗯 对吧 就是波动幅度压到在百分之一呢 你看又涨了 对呀 这个要不要先 那这样 我把这个不要 对 我们讲的呢 就是说呢 这个不管呢 他这个现在没有share 现在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就是我们那样对话 嗯 嗯 现在呢 人们最大的问题是 观念的问题 嗯 而不是技术的问题 技术问题很简单 嗯 所谓的我刚才讲了 教你投资的 讲技术的 嗯 都是不赚钱的 嗯 因为什么呢 第一 他们赚钱的时候 他不会去教你的 嗯 对吧 他没时间教你了 嗯 那你要赚钱的话 谁都会把钱给他了 嗯 第一他自己赚钱 第二呢 那有钱的人都会找找这些人 嗯 对吧 对 因为 所以一般呢 就是 靠那个就不行了 对吧 你挑书呢 就是 就是基本工资了 嗯 当然也是一种职业 也是在争托什么 一个努力 这不能否定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来住 如果你要 学的一些市场的 功夫 或者是固定的本名 嗯 那就是 练出来的 对 啊 干出来的 对 啊 不是 教出来 也不是学出来 因为 这个实践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 老子是讲的 我们老子是想的 我们后来老相 就实践 再实践 对吧 实践是精神 好吧 我今天我们先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OK 讲到这里